大家好啊,小主又如约而至了 今天我继续和大家聊一聊贾府的经济问题 上一次我们提到啊,在十二拆当中呢 探春是救不了贾府的 与此相比呢,清可清提出来的方案 可能是最佳的保底方案了 先说探春啊 在姑娘当中呢,探春的能力是特别的出众 而且人品也非常好 但是很遗憾啊 她一度在贾府里面实行的那些改革措施 并没有触及贾府制度的症结所在 我们先看看探春搞改革搞的究竟是个啥 这事的起因呢,是探春到 他们贾府的管家赖大家去做客 然后她就发现了这个新兴的小财主 她家里的管理制度呢,是非常有活力的 探春回来以后啊,就活学活用 用到她生活的那个大观园里面去了 我们知道啊,大观园呢本身是个花园嘛 它有十来处宣馆 每个宣馆有不同的景致 比方说像萧小馆的竹子啊 宜红院的鲜花啊 还有道乡村的那些古物 以往呢,这些产出的经济效益 都是没有被利用起来的 反而呢,还要请专人去打理他们 于是探春就提出来啊 让家里面的老奴仆、老妈妈们 把这些土地都承包回去 生出来的物,除了供应园中的需求之外呢 剩下就归这些老妈妈了 这样一来啊,老妈妈们干起活来 肯定特别得劲啊 而且呢,每年姑娘们 那些鸟圈吃的东西啊 头上带的花啊 也能节省大概400两银子的开销 说白了,这就是一个 家庭连产承包的认质 听上去是不是特别耳熟啊 其实我觉得啊 探春这个城市挺有意思的 而且这个改革呢 应该是必大于弊的 但是这项改革啊 有两个非常明显的局限性 一个就是深度 再一个是广度 我上次说过啊 其实贾府的儿孙都是在守江山的 所以呢 遵循组织在贾府才是政治正确的 这是祖宗手里的旧规矩 人人都依着 偏我改了不成 探春作为一个姑娘 还是个庶出 她根本想不到 她也不敢去触碰 贾府制度的根基 搞成包可以啊 你敢动一动产权结构吗 你敢改一改 薪酬体系吗 而且呢 她的改革也只能局限在 大观园这个小范围之内 任命她在后面大刀破 闷得鸡飞狗跳 捏也就四万两英子而已 而今天老太太过个生日 就是几千两 冤春醒清呢 更是几万两 几十万两 一下子就没了 所以探春的改革啊 和大观园本身一样 都是带有非常浓厚的 浪漫主义色彩的 与此相比呢 金可卿这个 真正当过家的少奶奶 她给出的建议就接地气多了 而且金可卿死后可以说是 跳出三界外 不在五行中 所以她的誓言呢 自然也是高人一等的 金可卿的计策 其实在书里只讲过一次 就是她死后托梦 让王熙凤早做打算 为日后败落 一条后路 其实的建议看上去 是非常简单的 在祖营附近 多多置办 防射田地 再将家属设于此 用这些土地的地租输入 长久保障 祭祀和家属的用度 祭祀产业呢 就是抄家 也不入关了 因此即使家族败落 子孙仍然可以 一帮这点产业 有一条回家务农的退路 不至于一败涂地 就小可爱问了 哎 金可卿的厉害之处 是不是在于她死了 还不忘提醒家人 买房买地呀 这边现在不还是一个套路吗 其实你要这样说 好像也没有错 但是呢 这样理解就略为 简单粗暴了一点 金可卿真正厉害的地方 在于她看到了 一个必然规律 和两个长期风险 一个必然规律呢 就是 荣辱自古 周而复始 所以呢 王熙凤在梦里面追问她 如何才能确保家族 长盛不衰的时候 金可卿反而笑她 太吃了 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 哪是你个人力量 所能够改变的呢 所以金可卿思考的呢 并不是 如何让家族 立于不败之地 而是在一个注定的败局之下 如何保存家族的根基 折服着等待 下一个新衰的周期 这绝对是一种大智慧 金可卿看到的 威胁贾府的两个长期风险呢 一个是私有财产 不受保护的政治风险 第二个则是 儿孙辉霍 拜光家底的风险 在封建时代啊 普天之相 莫非王土 皇帝一言不合 就是个超家 说白了 贾府里面的东西啊 全是从皇帝老人那儿借来的 其实探春也看到了 这个超家的风险 只不过他没有提出对策 而金可卿呢 是早早的就提出来了 而拜家子呢 也是古今中外 任何一个大家族的克星 有的宝宝说啊 如果贾府多有几个 纯气的儿孙 多有几个做官的 也许这个家族 就能够说之平衡了 但你不要忘了 明朝就算出了个张居正 也不过是多苟延残喘了 一段时间而已 贾府哪怕再出几个举人啊 只要时间足够长 这个终结者是一定会出现的 一把唆哈 game over 所以说啊 富不过三代 就算哪个富豪家特别走运 祖坟上冒青烟 十代八代开外呢 也得完蛋 而我们秦可卿 秦奶奶的计策 却能顽客这两大风险 他建议家族的房产田地 是买在古墳旁边的 中国古代一直是讲究 以理治国 所以云家的祭祀产业呢 就算是皇帝老儿 也不会去动你的 这就最大程度的 避免了政治风险 而他提出来 各方人流照管啊 就能最大限度的避免 任何一方侵占和变卖产业 这对于败家子来说呢 也是一种相对比较有效的约束 这些土地田产生出来的利息呢 是公益家族延续 乃至复兴最重要的支出的 祖宗祭祀以及儿孙教育 就好像一个家族 复得久了 一定会出现败家子一样 只有你狗的时间足够长啊 也一定会有个 特别争气的儿孙 所以如果真但行事说的去做的话 那家族的复兴也只是时间问题 这不是我吹啊 秦可卿的计策呢 顺天时尽人力 兼具如道法三家之常 可以说是当时社会环境之下 最优的保底方案了 我是特别服气的 其实秦可卿的策划呢 非常类似于今天的家族信托机制 现代的大家族啊 为了预防大家子投胎呢 都会建立一个家族信托基金 把他们的潜情交给 职业经理人去打理 子孙只能定期从里面 拿到一些利息而已 所以有些妹子 嫁了富二大以后 发现一个落差特别大 根本就没法进行挥霍 只不过相当于 拿了一个高薪的工作而已 想告离婚分家产 更是没门的事 在秦可卿的时代呢 没有信托机构 也没有律师啊 会计师 职业经理人去帮你管钱 但他所划定的这个资产保护圈 以及各方文流照管的这个机制 其实已经是对于 信托制度的最大程度的还原了 哦不对 应该是鼻祖啊 其实呢 现在信托基金的利息 就算是给了富恩贷 也是没法去约束他用来干嘛的 但是秦奶奶却明文规定 他这个基金呢 只能用来读书 你说是不是特别严格 特别有远见呢 各个古本在这里 都留下了非常长的纸皮 此回可亲孟阿凤 作者大有深意 老朽因有魂托凤姐 贾家后世二见 其是安抚尊荣坐享人 能想到者 其事虽未行 其言其意 令人悲怯感福 孤舍之 一命秦夕山去一簪 更衣注文 我觉得秦氏能提出这样的想法 不仅证明他不是一个 安抚尊荣坐享者 反而呢 他是一个单金结律 聪惠人 其实这条纸皮呢 历来是有争议的 主要争议点呢 是在于 他究竟是 真言斋本人留下的呢 还是家里的其他人 比如说像 积物所啊 唐村他们留下的呢 其实不管是谁 从口气上看 是作者的家人 而且是长辈留下的 我姑且大胆猜测一下 这条计策呢 有可能是作者 在整个家族覆灭之后 痛定思痛 复盘整个过程 所能想到的最佳计策了 所以当他的家人 看到之后呢 才会大为悲怯感福 甚至到了 要把秦可卿的人生污点 一笔勾销的程度 在之后的几期 红楼节目当中呢 我会讲一些 比较轻松 比较有趣的周边话题 欢迎大家收看 和小主姐姐一起 小伙慢煮 重温红楼吧